小華聽眾 大家好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在這裏跟我們碼頭區的居民 就是把招呼,也都打打氣 今天在立法會裏面有很多會議要開 上午開完一輪之後,又見一下我們這些政府的公務員 就在不同的議程、公務、發展、健康等的問題 都是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溝通一下 做完一輪工作之後,正是去新宇街市 跟我們的商人亦都是打氣 因為近來生意都是比較難做 我們一定要想想一些新筆 要怎樣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加暢順 和生意做得輕旺的 剛才在新宇村亦都是跟大家 派一下金龍碟蒸,很開心 做完之後來到碼頭區跟大家派一下我們的雙周康 雙周康已經今年是第八份還是第九份 這個條例我們都已經在立法會裏面 就是做這個草案的會議了 現在正在安排和選舉處職這個工作 但民主黨他們在這方面 是無鬼畏畏的細問題 都是在這裏 是主要搞一些無謂的工作 那我們會努力排除萬難為大家把關 將我們香港的工作 尤其是任法會的工作做得更加好 這條修訂的《逃犯條例》 基本上是從歷史的原格看下來 在港英年代對中國大陸當時有很多人 是因為逃難或者偷渡過來 所以有一個防火牆 就是跟中國之間沒有任何的引渡協議 這個是當時社會的氣氛、氛圍下面 有這樣的歷史背景是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到1997年之後現在已經回歸22年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 過去二十多年沒有觸碰到 直至到在去年 二月的時候 台灣發生了一宗冷血的命案 涉及到一個嫌疑人 香港人在台北 謀殺另一位香港的居民 然後逃之夭夭回來香港 當作沒事 在這個情況下 林鄭月娥特首 作為一個有為的政府之手 他一定要做不能夠冷視 漠視這件事情 所以他是一個好打得 亦都很勇於挑戰 接受挑戰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提出修訂這個條例 所以有這樣的背景原格 還有二十幾年來 是大家不觸碰他 但最近因為有一個社會的事態 所以在這裏做這個意思 但是做這個條例的修訂 其實就不是那麼擔心 因為現在已經回歸這麼多年了 也都我們在大家自由社會的環境下 國與國之間是有一個疑犯的引渡協定 這個是很正常 目前香港也都已經 是跟二十幾個國家有這樣的 互相引渡疑犯的安排 另外還跟三十幾個國家 是簽訂了一些刑事互助 刑事司法互助的一個安排 除此之外如果沒有簽訂 就是按照一個case 逐一去跟進 就是逐單case 曝曝清 以往做起來 這個是很困難 因為逐一去做 但是更困難的一件事就是 二十幾年前 連這個單一的 申請來去做引渡這個 疑匪的那個協定 都不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任何一部分 在這個背景下 如果這次要對香港這個冷血的一個這樣的罪行 要作出一個跟台灣有相互的引渡的話 必須要把這個exception的clause 留下台灣在這裏 這樣做呢 就半桶水了 知道一點 不知道一點 也對歷史的原格不了解 如果你這樣做 只是適用於台灣 就會觸碰到一個很大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 是不是將台灣獨立了呢 我們作為香港 我們作為香港 應不應該 不要說應不應該 有沒有什麼能力去做呢 絕對不能夠 因為我們 香港現時特別行政區 所以是要依著基本法來辦事 就是一定要保持我們中國的領土完整 如果將台灣這樣特定適用 而中國其他部分不適用的話 構成了一個負面的效果 就是說 我們是好像將台灣一個情況的格局 升了它 成為一個獨立的一個個體 這樣做 一是違反了基本法 二我們也沒有這樣的法理的基礎 三也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所以做這樣的情況 泛民朋友是提出說 要這樣做修訂 只是適用於台灣這個呢 是他們因為對歷史原格不認知 是對法律的不了解 對政治是摸不著邊際 在這樣的情況裏面呢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呢 是直接將整個 除非 除非 查了它 這樣就可以適用了 當然 就有很多 其他商界的朋友就說 我在內地裏面做事 如果是涉及到有些 你知道裏面 又有一個情況 社會的情況 還有一些制度 不完善 那我也都會做任何的事 可能會觸犯了 某些內地的法律 如果觸犯了之後 日後回來香港會不會被人引導呢 那這個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經過聊天之後呢 就已經是將這個這樣的 就算是稅務啊 金融啊 的刑事那些案件 有九項那些 就拆了下來 應該足以呢 是可以令到大家安心 那至於有人又說 可不可以加一個叫做 不可追溯 或者限了一個時間 來不適用於某些的罪行 或者某段時間以後的 是不適用得的呢 那這個還可以慢慢討論 但是講完基本上的原則來講呢 就是 我們不能夠 說呢 就是 因為這些事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不能夠追究 在某些刑事方面 Hello 好久沒有見你 好 多謝你支持 好 那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好 多謝 在這個情況裏面 我們看看 那個retrospective effect 究竟是怎樣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 不需要擔心 而至於是 為什麼不擔心呢 就是 因為 在這個 針對其他案件來講呢 是 的確是需要 因為這個條例 未通過之前 就是適用某些已經 發生了的案件 不過在海外 但是它是提出申請的那些呢 都是在這個條例 通過之後 才會啟動 所以 那個retrospective effect 基本上就是 視乎 你什麼時候申請 那個 那個 那個程序的啟動日子 那我覺得 這一個呢 就是大家不需要擔心 你不需要擔心 說有任何的 犯罪 有這樣的事 是被人追究 基本上來講 你不是 犯罪的人 是吧 你做一個 一般來講 正直的人 是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就是做生意的 那經過今次的討論之外 亦都有九個 特別的項目呢 就剔除了 無論是稅制 或者知識產權 或者有任何的金融的 那些工作 涉及的 有些可能有 那麽多的法律風險的 都已經被剔除 那麽情況裏面呢 就應該可以了 至一次的時限的 是可不可以想的 這個 反而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 某些罪案 就算你今天未申請 但是 超過幾多年以外的 那些是不適用的 這個都可以 因為在內地裏面 有些刑事的法例 都是有個時限上 超過某個時間 他們都不會追究 所以我們可以用回 同一個 那個這樣的理念 來去做 那跟大家講 這個是 逃犯條例的修訂 就藉著 今天跟大家 來打個招呼 也都派有關的那個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多些 但是我們以正視聽 不要就是因為 人家說 你又怕 杯弓蛇影 在這個情況裏面 是很不理智 也都是很沒有建樹 對社會也都沒有益 但是對自己來說 也都是沒有任何的 那個好處 所以今天 何君堯和大家 是派發這一張 是修訂 逃犯條例 適用的那個範圍 和針對的那個 重點在哪裏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和我們 有提出來的 那我也都樂於 去和大家 去解答 那今天呢 我又做了這個 在街頭派這個單張 和大家解釋一下 另外也都在Facebook裏面 做現場直播 是令到大家 可以聽得清楚 有時間的 不妨上在Facebook裏面再看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